好 今天下午的社會焦點 新北市三重 沒想到在18號凌晨 一家歌友會爆發流血衝突 警校來到現場看到這名酒客 在棋樓上頭部臉都是血 原因是因為他在店裡頭 跟店員發生了衝突 被店員拿酒杯給攻擊 男子的額頭被紗布包了一整圈 嘴裡不斷嚷嚷著自己剛剛被打 渾身酒氣的他話說也說不清楚 警校在一旁安撫他的情緒 除了頭部受傷 就連臉部也遭玻璃化傷 事發現場店家地上 還留有斑斑血跡 新北市三重一間歌友會 在28號凌晨爆流血衝突 警校獲報後立刻到場協助 那女生我跟她拿杯子打男生 衝突到底怎麼發生的 原來65歲的李姓男子 和謝姓女店員是多年的好朋友 男子這次喝的一身醉 女店員不高興喝醉了 還大小聲 雙方在店裡抱口角衝突 女店員一氣之下隨手攻擊對方 造成酒杯破裂 酒客的臉部頭部都有受傷 可人事後厭傷氣的提高 那位女生之前也跟那個男客人有認識 她也有拿 知情人士透露當下兩人都有喝酒 衝突當下其他客人見狀也立刻將人拉開 但雙方火氣還是很大 認識多年的情誼 因為喝醉酒搞砸一切 先動手就是不對 雙方事後得上法院 對不公堂 記者娱樂為陳婷如新 今晚才我們報道